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辆新车 这辆新车我曾经问过他们什么时候会来马来西亚 然后他们告诉我没有那么快 但是竟然在今年我们就看到他的 你想知道这辆是什么车吗? Let's go! OK 今天我们要看了这个特别测款就是这个全新的 Hyundai Irontra 其实我之前问了他们很多次就是这辆车其实会来 他们也说是明年 然后这一次确定登场之后是 他们表示这个原厂经过这个高层的会议啊什么啊 决定在这个有Tex Holiday的时候 把这辆车推出市场 不过我们暂时不知道这辆车有多少钱 大家可以去猜猜他们的价钱 OK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 我个人真的建议啊 这辆车以后发布了之后 你们要来看一下真车 因为这个真车的车头真的是很帅很帅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水箱步骤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亮面的材质 点缀的 然后它是一个网状这样的 它的这个整个前脸的造型啊非常非常大 然后当然可能这个是因为要进风去冷却那个 engine 可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抓我的眼睛 我很喜欢这个车头设计 然后他们跟我说这个车头灯是全LED 当然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只是这个车头灯 跟方向灯 其实是分开的 方向灯其实还是普通的这个串通的灯泡啦 所以它讲全LED头灯组是没有错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头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雾面跟漆面的这个搭配啊 看起来真的是很特别 然后这个轮胎尺寸其实很大一下 它的尺寸是225 45 R17 然后这个RIM的设计啊 双色调啊黑色跟这个乌银搭配 这个感觉真的很粗 很有特色 只是这个轮胎呢 感觉是没有什么看过它的一个牌子 实际架起来怎样我们还是要等它们安排啊 试驾车才知道啦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看一下设计吧 然后在这个RIM的这个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SmartRIM的牌子 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全新的SmartRIM engine 看完了车头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车尾 这个车尾的设计其实也是很特别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这个连贯式尾灯的设计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这一个 Elanta 的名牌 这个连贯式尾灯是现在很多车很多车都在使用的这个造型设计 后面也是这个全LED的啦 其实也没有到全LED啦 你看仔细看它的灯条啊 然后这个black灯啊 是LED啦 可是这种倒车灯跟这个方向灯其实还是这种普通的灯泡 然后它有写这个Elantra 的字样 只是它的这个Boot 的开关 不是像Sanata那样是按这边的 它直接有个button给你按下去它就打开了 这个Boot 的空间大概有400多L 你们觉得这个Boot 的空间大不大呢 然后我刚才问了这个Huente 的这个人员一个问题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设计啊 比较有线条的设计啊 以后你被人撞了过后啊 可能是比较 难修理的 但是他们讲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做了 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课啦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塑胶来的 所以他讲如果真的你不小心撞到这个东西坏掉 你要换整片的话 成本不会太贵因为它是塑胶不是铁 这个engine 你看它的engine 开 上面有carbon fiber 所以你可能会以为它的性能很强对不对 其实没有 Huente 表示啊这个engine 其实还是这个 省油啊等等为主啦 它的这个马力是123HP 峰值扭力是154Nm 配的变速箱是 CVT 你没有听错的是CVT 以前的韩国车都是用4AT啊 6AT啊甚至是8AT 但是比较少见的是 CVT 其实在韩门的这种比较入门的车型还是有用CVT的 但是在伊兰川上面还真的是第一次 不过这个 CVT 其实有不一样 这个CVT用的是这个钢链 跟一般的钢袋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表示这个 传动效率会很不错 至于会很多不错 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试驾车才知道啦 这个驾驶厂啊我很喜欢 就是它的质感表现很好 然后Elantra 其实有两种这个 Interior 的颜色可以选择 这个白色看起来很Premium 的感觉 可是感觉容易腰脏啦 尤其这个排挡杆 你时常抓的话真的很容易弄脏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个 荧幕 这个 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它支援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然后要给大家一点Tips就是 如果你的手机是Android 10.0 以上的话 直接插就可以用这个Android Auto 了 不需要App 以前需要倒入一个Android Auto 的App 才可以用 现在跟Apple CarPlay一样 直接插下去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个仪表有两种模式可以切换 一个是像3D 的感觉 一个是传统指针的图形 还不错 然后这个方向盘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 手感很出色 然后旁边这边 有一个板 我有问过他们这个板是什么东西 他们给我的答案是 可以给你放FUN HOTER 夹住手机 可是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夹手机呢 其实如果是在Elanta N-Line 也就是那个1.6 Turbo 的版本 它是有这个驾驶模式 切换键的 可是 在这个车型上面没有 可是 他们就没有去做多一个模具 所以就让它在这边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然后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两个USB 一个是连接手机 一个是充电 还有QI 的无线充电座 而且还有这个温度detect功能 也就是说你的电话在无线充电的时候 温度太高 它就会 放出这个冷气 帮你的手机降温 保护一下你的电池 然后这个置物空间也很深 然后这边有两个杯架 然后它的锁石是长这样的 这个杯架也很深 打开这个中央扶手 里面还有一个USB 然后这个置物空间也很深 所以这两车的置物空间 我觉得还不错 再来就是这一辆车搭载了接近完整的这个 Hyundai 的 Smart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像是有这个低速跟随系统的 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然后这个车道点移侦测 然后车道点移修正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跟这个后面的自动紧急刹车 它全部都有 所以这架车的这个安全配备 其实是很丰富的 再来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它的这个 interior 算是蛮阴一下的啦 不过 不会有这个塑胶感很重的感觉 这个interior 是值得称赞的 质感表面还不错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延伸到这边的这条横线 我个人觉得它很像Lexus的这个LS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 一样的看法 然后这个座椅你可以看到 软的塑胶 然后这边都是通风空的设计 因为还有这个冷热座椅的功能嘛 所以也是要有风出来 坐下去的话其实蛮透气的 这个椅子很好坐 很值得占商 然后这个后座空间 因为这个Elantra 它用了比较流线的设计 所以这个头部的空间会DIR一点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 我坐下去的话会觉得有点顶头啦 然后 椅子我觉得还不错还很软 然后有一个扶手 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 可是这样定位的车子坐在后座的乘客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辛苦啊 如果你是太高的话 所以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你自己来看比较好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满意啦 然后在后座这个材质 我觉得它们很用心啦 像在这边 这个头枕后面 然后这个椅背后面 门板 还有前面的门板 它们都用了一种很像 在一个 牛仔布的材质 所以摸下去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全新伊兰泰的 简短介绍影片 因为这一个CMCO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带我们的摄影传队来拍这辆车 所以这个影片大家先看这些 如果以后哪一拿到车 我们就会马上把车借出来 做一个试驾影片给大家看 千万不要做过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